人員站在瓦麗堆坑裡抱著5歲女童 一邊伸手拿護具要保護她的頸部 婦人女童因為下半身遭押傷 雙手沾滿血 救難人員不停安撫女童驚恐的情緒 後頭還有一起深入狹小坑洞裡搜救的救難人員 慢慢探出腳爬出來 再接力將女童救出瓦麗堆 接著女童的媽媽也成功被拉出救回一命 土耳其當地時間24號發生規模6.8地震 深度6.7公里 临近國家利巴嫩敘利亞和喬治亞都感受得到地震威力 土耳其東部住宅區重創 數十棟民宅倒塌 為了和黃金救援時間賽跑 土耳其政府派出的千人搜救大隊 持續徒手深入災區搜救 這是其中一名搜救人員接到受困民眾 從瓦麗堆下的求救電話 由於主政後到現在餘震將近400次 初步估計至少還有數十名民眾受困瓦麗堆中代員 因此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在會晤來訪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後 取消所有後續行程趕進災區視察 現在230多台機具和車輛還有15隻搜救犬參與搜救 由於當地半夜氣溫只有攝氏零下8度 也增加救援難度 罹難人數恐怕還會持續增加 記者彭馨宜綜合報導